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赏事我所悟的 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弟兄姐妹 我们就看见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恩待谁就恩待谁 这是讲到神的主权 弟兄姐妹讲到神的主权 那就没有办法 这是我的笔 我要把它放在这边 就把它放在这边 我要放在那边 他就放在那边 那弟兄姐妹因为我是他的主人 所以我要讲到 我们要把它夹在书里面 他就夹在书里面 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这就是主权的意思 我们的神的确 他是外偶的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一个人信不信他 他都不会影响到他是不是神 他永远是神 我们人不敬拜他 他还是神 我们敬拜他 他当然是神 不敬拜他 他还是神 那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看见神的主权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从圣经里面看见 很特别的 上帝把他的主权释放给人 叫人来拣选 人来拣选 那人一定要拣选对的事情 对的事情 你如果拣选错了 我们要负责任 我们要负责 所以神就告诉亚当说 这个果子不能吃 你吃的日子必须死 结果他们去吃了 弟兄姐妹你知道 神希望他不要吃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就看见 神就把这个主权交给人 人如果拣选神 就得到生命树的果子 人如果拣选魔鬼 结果我人就吃了 这个分别善用树的果子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死 代了就是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就看见 神我再一次说 我们人的拣选很重要 因为神先把这个权柄给人了 所以人一定要选择对的事情 弟兄姐妹 你听过自由意志 我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 神只有给我们意志 却没有给我们自由 你一定要选择 神要我们去选择 我们选错了 弟兄姐妹 问题就非常严重 我们可能就会下到地狱里面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上帝他拣选谁呢 弟兄姐妹 他把这个拣选的权柄 放在人的手中 你拣选神 神就拣选你 那你如果不拣选神 那我们就会被神弃绝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神 为什么敢这样说 因为神不愿意一人沉沦 所以他没有断定哪一个人不能够得救 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 不愿意一人沉沦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犹大 他卖耶稣 那不是神命定他 有一天他就是卖耶稣 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 卖耶稣是犹大的决定 结果犹大就是被弃绝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再软弱 弟兄姐妹感谢神 神不会因为我们软弱就弃绝我们 那你看见这个彼得 他因为整个歧视 他软弱 在一个北里面前 否认了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 其实卖耶稣跟否定耶稣 是一样一样 都是很严重的罪 但是弟兄姐妹 为什么神就救了这个彼得 为什么 其实不是因为彼得 他的行为 也比尤达好一点 不是这样的意思 那是因为 他是软弱 他失败 他跌倒 但是弟兄姐妹 他的心是在主的身上 主的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他要主 上帝就恩告他 所以弟兄姐妹 其实神不在乎我们 我们是怎样 当我们拣选 我们拣选神的时候 神就拣选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第一个 神拣选 是凭着应许 凭着应许 那弟兄姐妹 当我们来领受这个应许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这个拣选 那第二个就是神拣选 不是照着人的行为 乃是 乃是 按照人 对上帝的回应 对上帝的回应 这是我们最不明白的 在我们的观念里面 的确有好人坏人 可是弟兄姐妹 在神的眼中 其实好人跟坏人 在神的眼中 都是一样的 神要的是什么 叫我们可以从罪的里面 能够出来 神爱 世上 所有的人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那弟兄姐妹 感谢神 神 人并没有说 我拣选他 所以他就信耶稣 神没有拣选他 所以他就信耶稣 弟兄姐妹 我再说一次 上帝已经把这个拣选的 这个权柄赐给 赐给人的 所以人拣选神 人就拣选 人拣选魔鬼 人就敗亡 人就敗亡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神 上帝拣选 真的不在乎 这个人 他过去做了多少 多少坏事 你知道台南有一个弟兄 他出来竞选立法委员 上次竞选立法委员 其实他是一个黑道 他是贩毒的 你知道杀是怎么得救 当他在那边放荡他自己的时候 神就向他显现 告诉他说 孩子 你不管怎样 我就在哪爱你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人就忽然间有一个 很大的转变 很大的转变 后来 弟兄姐妹 你知道他就 他就不再 不再 不再 活在那个罪恶 过分的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神 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走上帝的路 他就弃绝了这一线 所以他的人生 就完全改观了 所以弟兄姐妹 到底是神拣选她呢 还是他拣选拣选神 弟兄姐妹 感谢神 我相信 我相信 我自己的相信 是怎样 当我们 神并没有 弃绝任何一个人 但是弟兄姐妹 神愿意每一个人 那谁是可以蒙拣选的 就是上帝的恩典 领导他 而他愿意接受 上帝的恩典 他愿意接受 神的 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他愿意接受 他就蒙了上帝的拣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举手 决志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 弟兄姐妹 这一个举手 你就跟天连锦在一起 我相信 感谢神 我曾经举过手 你也曾经举过手 每一个人向神举手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就抓住了上帝的恩惠和慈爱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回过头来一看 哇 都是神的怜悯跟恩典 也是神真正的拣选的我 弟兄姐妹 感谢神 求主祝福我们 神的拣选 是根据祂的恩典 第二个 不是根据我们的作为 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 乃是根据 根据我们对祂的回应 当我们回应祂 我们要的 弟兄姐妹 我们就是蒙了 这个叫做 不是跟我们的行为有关系 而是跟我们的态度有关系 我们接受 我们愿意 弟兄姐妹 我们就是蒙拣选了 上帝赐福给你 感谢主 每一天都在神的手中 弟兄姐妹 对神说yes 我们就是一直的站在一个蒙福 蒙爱蒙恩宠的里面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祝福弟兄姐妹 这一天 这一天能够活在你的面前 主耶稣 谢谢你 我们是蒙爱蒙福蒙恩典 我要是蒙拣选的一群人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 感谢你 主啊 感谢你 没有弃绝任何一个人 主啊 你就反倒 让你再恩高 在我们每一个愿意的人身上 谢谢主 主 你祝福我们今天活在你的面前 阿们